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个女人能见六个群 有人说 女人的友情分为两种 铁打的珍贵蜜和塑料姐妹亲 所谓塑料友情都是由表面的亲密和背后的剑拔弩张组成的 它单薄脆弱 使用期限长短不易 里面往往夹杂着权利和利益的名争暗斗 民国才女张爱玲未能面素 她也曾有过这样一段塑料姐妹经 凡是让你不舒服的关系都是错的 张爱玲较有不多 有段时间她同潘柳黛交号 潘柳黛原名柳思琼 她出身于奇人家庭 家庭殷实 从小便接受了很好的教育 但是后来父亲染上鸦片 整天在外面花天酒地 母亲则变成了一个只知道咒骂的怨妇 常常将女儿当成出气筒 轻则无端谩骂 重则拳脚相架 潘柳黛也是一个独立坚强的女子 她十八岁知身赴南京报馆求职 后到上海发展写的一首辛辣幽默的文章 两位才女一开始结识的时候 关系上课 张爱玲也颇欣赏潘柳黛的坚强勇敢之气概 但是渐渐地让双方都不舒服的小哥的悄然出现 有一天 潘柳黛约上苏青去张爱玲处吃茶 打开门只见张爱玲衣着隆重 香气息人 潘柳黛满心以为张爱玲要接待贵客 正打算走 张爱玲却说 我正是在等你们来家里吃茶呀 这让衣着随便的潘柳黛很是尴尬 张爱玲是沿袭了妈妈和姑妈的西式下午茶的做派 衣着的隆重也是表示尊重 但在窘迫和自卑的潘柳黛看来 便觉得张爱玲是有意针对 从寓所里出来后 潘柳黛便向苏青抱怨 但是苏青也只是笑笑 还有一次 潘柳黛和苏青预约上门拜访张爱玲 两人迟到了将近十分钟 当时潘柳黛都看到张爱玲了 但她还是让两位朋友吃了闭门羹 诸多此类的琐碎小事让潘柳黛如梗在后 女生之间的矛盾很多时候男生想破脑袋都无法理解 只因为女生大多敏感细腻 容易在意 放大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 时间一长 小矛盾 挤夜成球 会在某一天突然撑破友情的大伞 如果两位女生找不到别的更好的伙伴 两人会继续维持着手拉手上厕所 背后勾心斗角的塑料友情 但如果有第三位女生 情况就迥然相逸了 几件琐事发生之后 潘柳黛试图拉拢苏青成为小同盟 是直到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 苏青渐渐向张爱玲口罗 1944年 杂志举办女作家剧谈会 三人都出席了 让潘柳黛实料不及的是 张爱玲和苏青唱起了双簧 苏青说 女作家的作品我从来不大看 只看张爱玲的文章 张爱玲默契地回应 踏实地把握生活情趣的苏青是第一个 她的特点是伟大的单纯 在朋友选择方面 有一个社会情绪选择理论 就是我们将一位朋友拉住黑名单的同时 必然会将另一人通过好友申请 确实是这样 人与人之间存在磁场的 磁场相合 相处起来身心舒坦 磁场不合 相处起来便容易生气怨怼 经历越多便会发现 凡是让你不舒服的关系都是错的 志趣相投的人才能产生共鸣 三观相同的人才能相处舒服 远离让你费力 不舒服 饱受委屈的关系才是爱自己的开始 第二 远离嫉妒你的人才是真正的养生 张爱玲曾说 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 如果两个女人差不多的年纪又从事着一样的行业 唐使其中一个还特别优秀 那么 另一方嫉妒对方 甚至导致反目成仇 便也不显见了 潘柳黛的文学才华自然是比不上张爱玲的 在张爱玲出道之前 上海滩还有她的一席之地 可是 张爱玲迅速红遍了上海滩 潘柳黛只能兴兴俱起后 她心里难免失衡 萨提亚曾说 人们在彼此相似的基础上建立连接 在差异的基础上发展 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 如果一方走得比较快 另一方还在原地 那么 感情的考验便不期而至 闺蜜之间可以分享私密诉说心事 却很难接受对方比自己优秀太多 谁甘心当绿叶呢 时间久了 胸中难免留下一口玉气 此时 湖南城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 论张爱玲 盘柳黛马上来了篇 论湖南城 论张爱玲 她挖苦湖南城 什么时候横看 什么时候侧看 风格已堕入下流 之后 她又对张爱玲的贵族血液大开起泡 她说 张爱玲与李鸿章的关系 就好像是太平洋里淹死一只老母鞠 上海人和黄浦江的自来水 自称喝到鸡汤的距离一样 把杆子打不着的亲戚关系 她讽刺说 而且 以上海人脑筋之灵 行线不久将来 贵族儿子立刻不敬而走 连餐馆里都不免会有 贵族豆腐 贵族排骨面之类出现 这本新辣很有钱中书鲁迅的味道了 不过 与两位先生的写作格局相比 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 贵族儿子 盘柳黛 兴致勃勃地提了好几次 似乎生怕张爱玲 借着贵族两字飞天成仙女了一样 她还不留情面地诋毁张爱玲 尤其张爱玲的脾气 在这几个人当中 比较是有点怪的 张爱玲的自标高阁 不要说鲜花 就是清风明月 她觉得好像也不足以陪衬她似的 对于张爱玲的文章 她又是这样点评的 张爱玲的文章并不是不好 但也只是会迎合读者 很懂得生一眼而已 并没有什么社会意义 写来写去 也还是在男女恋爱的边缘上 绕弯而已 整篇文章随手一捏 都能捏出一瓶 比灵徽音送给冰心的那瓶醋 还算得出来 张爱玲直到后 一时气得浑身发抖 差点流下眼泪 这还怎么做朋友呢 自此两人彻底闹崩 一叔说得好 朋友与朋友要于衷 明察秋毫的那位 叫敌人 真正的朋友 不会阴阳怪气的嫉妒 不会明目张胆的诋毁 真正的朋友 是明白你所有的缺点 却还能喜欢你 支持你 一声 请远离嫉妒你的人 这才是真正的养兽 人到中年 请丢掉塑料姐妹庆 50年代 张爱玲和潘柳黛都移居香港 有人告诉张爱玲 潘柳黛也在香港 张爱玲自然完全没有 想续旧情的想法 她淡淡地说 谁是潘柳黛 我不认识 潘柳黛则说 自己最近还见到过张爱玲 只不过张爱玲 已经沦为常人 不再穿着奇装衣服 在大街上了 张爱玲 是一向对穿衣打扮 十分讲究的 可见此时 两人结下的梁子 还没放下 平日里 潘柳黛也喜欢 带着调侃的语气 同别人说起 好友张爱玲 她曾对一位作家说 张爱玲还有一个怪癖 便是喜欢吃臭豆腐干 有一回的黄昏 她正在写作 发现弄堂里 臭豆腐干的声音 便忙立起来 换旗袍 涂口红 擦胭制地走出去 可是化妆时间 达一刻中之久 而张爱玲拿了碗 追上去 已是过了两条街 结果 有志者施进城 张爱玲 追着卖臭豆腐干的 买了四五块 一面吃 一面秀 那样子 真使人难过 从头至尾 张爱玲 都没有任何回应 如此 盘柳黛 越发感觉 自己的拳头 如同打在棉花上 嫉妒和愤怒 让他骂得更起劲了 时光轮转 到了七十年代 张爱玲名声不断上升 1975年 潘柳黛写了篇 继张爱玲 彻底跟贵族二子杠上了 李鸿章竟然入过清廷 对太后老佛爷 行过三桂九寇礼 寇称道 奴才李鸿章建家 张爱玲在血液上 自然不免沾上那点 贵族的心气了 在中国 卖弄美国血头 到美国 再去卖弄中国血头 我想 聪明的张爱玲 很可能已经放下剪刀 拿起锄刀 在美国朋友面前 正在大力表演 他的祖传秘制 李鸿章杂碎的 贵族烧法呢 这已经不是 简单的讽刺花库 而是在背后 给人捅刀子了 很多女生的友情 从本质上来看 就是一朵朵塑料 姐妹花 女人 潜意识里的嫉妒 攀比和竞争 很难让女人之间 存在真正的友谊 黄彤彤曾说 女人 真正的相知 一般要等到 中年之后 因为那时候 他们才会发现 无论你曾经多么美 多么有名 多么有钱 男人 绝对不会是最后归宿 大家必须相互扶持 面对共同的命运 孤独 确实是这样 当我们走向中年 走向人生更开阔的阶段之时 经历过岁月沉淀和心智历练 品尝过爱恨 嗔痴和人生食苦之后 我们才会渐渐懂得 你我皆凡人 活在人世间 人人都有不得已之处 很多烦恼 只有女人才懂 很多事情 只有托付给闺蜜 才靠谱 我知道你所有缺点 你知道我所有苦衷 可是我还是毫不犹豫地包容你 吻护你 这个世界上 最让我们动容的 往往都是同性之间的友情 《甄嬛传》里的甄嬛和梅庄 如意传里的如意与海岚 她们在刀光剑影中 一节金蓝 相依相负 人到终年 请把那些 让你不舒服的塑料姐妹卿 统统抛弃在 岁月的风尘中 如此 才是真正的养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